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大家来收听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男生女生出去应该要AA吗 不要 要 好 我们先从第一次约会开始 那两个人在约会的前提之前 基本上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基础 不管是你是从朋友的聚会认识也好 或者是网路的加油软体认识也好 第一次你觉得应该AA吗 我吗 对 第一次约会看谁约的 看谁比较喜欢谁 就是如果是说今天 今天有一个男生来约我 然后我没有那么喜欢他 他如果叫我AA的话 我会说不用了 我来付就好 然后下次不再见他 可是如果今天是 我要去约一个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愿意出来 然后那个男生跟我讲AA的话 那我觉得那可以AA啊 所以基本上你的定义就是说是 喜欢跟不喜欢的量来取决 应该AA不还是不应该AA 对 对 这个东西哦 我先从我个人经验来 我前提 我没有否定你的想法 我先从我个人的观点 跟大家了解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目前的逻辑是什么 我不管我觉得啦 当然可能是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说 男生至少应该是要一些 康慨大方的那种局面 所以呢我个人观点 这不管是男生问女生出来 还是女生问男生出来 我觉得第一次 男生应该主动一点 但是前提是 不要约在 非常昂贵的餐厅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不是有关冲场面不冲场面的 关系 而是你第一次出去认识对方 主要不是在于 吃东西或者是玩 主要的目的是 你要了解对方 这我想应该是 第一次约会的出发点 那你如果今天约会的地方 你约了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的话 等于是说女生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是 我要出去打扮 又比较不能做自己 或者还要注重场合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压力存在 那我另外一个想法是 今天男生主动约出去 我觉得不应该AA的话 主要也是因为 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第一次约会话题 不是那么妥当 因为你今天如果约会的地方 不是非常贵的话 你如果还要对方AA 其实有一点 感觉是说 也不是很好 可是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 心理学家的说法是 应该是要AA 哪一个心理学家 这个好多 这个好多你去找 为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胡说八道吗 不是 他们的逻辑是说 今天你两个人在约会 或认识的情况下 其实照理说 应该是男女平等 那男女平等情况下 你不应该给对方一个感觉说 我的时间比较重要 也没有时间这么重要吧 反正通常会假装说 出去约会要不要AA的时候 通常都是男生没有offer 要直接付钱 那如果比如说 每个男生都像你一样 第一次约会都愿意付钱的话 那女生也不会问这种问题 那当然自然而然就是说 那男生付钱 可是现在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部分的男生觉得说 我跟你出去我要AA 那遇到这样子的男生怎么办 你如果从女生的观点吧 那你先回答 因为你是女生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如果这个男生他要AA 是女生喜欢的话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 都会愿意AA 可是刚好约会的这个男生 他又扣又不是女生喜欢的话 那我觉得只有减分就是 你不只是说把这个账单给结清了 连就是有的那么一点点好感都结清了 诶 等一下 call不代表 AA不代表call哦 嗯 我觉得你如果在第一次约会 跟我AA的话 那真的还蛮call的 那是你 但是那是你的认知嘛 但是AA不代表call啊 就是不是call 可是也可能是说我会 你给我的感觉是说 you're not really that into me 那我为什么要跟一个 不是那么喜欢我的男生去浪费我的时间 可是那是你那是激情派咯 因为每一个人刚开始认识 不一定有那么那么多的感情存在啊 在一个互相了解情况下 还没完全互相了解情况下 你哪来的 that into you这个逻辑 我是 可是因为我是个很难约的人 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愿意跟你出去 就说明我是对你有一定好感的人 那是因为你是很难约嘛 可是如果是有一定好感 那男生是不是应该把握这次吃饭的机会 让女生更有好感 那如果男生就觉得说 我要想要了解你 然后我要想要表现自己 可是到结尾的时候就说 哦我们可以AA吗 一个人58块31 哇连后面两个小数点都要算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说 没关系这顿我来付就好了 就是我下次连想要跟你吃上来吃饭 可能都不会 但是你要去认识一个人 不应该是从金钱方面的 应该啊不然认识什么 就是你完全不了解他 然后他跟你第一次约会 都要算后面两个小数点 我就 虽然我觉得男生请吃饭 不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女生想要找一个男生的话 她是想要这个男生比较有责任感 那责任感是在细节上 我不是说我跟你买一套房子 我们一人一半 这样子是很OK的 可是我今天只说这一顿饭 你可能这一顿饭一百两百 就是这么一点小钱 你要跟我斤斤计较到两位数 哦没有办法 不是AA不是斤斤计较啊 今天我们不是说别人要求说你要付 今天只是AA是你愿不愿意付离一半的问题啊 我觉得女生都会offer说 诶那照单来 我觉得女生会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说offer那多少钱啊 我要付多少 然后男生通常都会说啊不用啦 或者说啊那你就付31块5毛吧 就是类似这种 你当然是前者的好感会上升 后者怎么样都是扣分的 除非女生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觉得说 这点五毛八我不给你五毛八 我给你五毛九好不好 所以讲餐的就是 你如果喜欢他这件事情就无所谓 有所谓他不会就是 如果喜欢这个人 然后他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不会扣分 可是一定不会加分 可是如果是没那么喜欢这个人 然后这个男生请了第一次 那一定是有加分的 好今天郭富城要你AA 你去不去 郭富城我不喜欢他耶 好那你喜欢哪个男明星 呃我喜欢 呃那个叫什么 Chris Wu OK他今天问你出去吃饭 AA你去不去 他不要说AA 他让我付全部我都OK啦 你看嘛这就是变成说 你基本上取决于说 你如果喜欢爱这个人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存在我就跟你讲他不会加分啊 可是如果 我不需要加分 但是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但是对他对你来说也不会扣分啦 你如果够喜欢的话对不对 对啊 好那这我们在讲第一次约会嘛 大家是希望是说 男生呢来付 男生多担当一点 但是其实从男生的观点 我觉得多数男生只是在找 女生开口愿不愿意付而已 其实我们只想听这句话 可是我的经验是 我每就是第一次约会 真的我每次都说 哦多少 男生通常都会说 哦不用了 我就会觉得 嗯还不错 其实多数男生是在找这句话 但是那是那是你人不错 我有碰过是连这句话都不讲 可是你也不可能 可是这句话也不讲 男生还会一直约这个女生吗 那如果是一直约的话 是男生要一直付吗 那如果男生真的一直在付 这个女生也不会有那个良心觉得 就是良心会过不去 会觉得说 你付一次我付一次 你付一次我付一次吧 对 多数 其实以我个人观点啦 也认知来说 如果女生就是好像觉得 男生付钱是理所当然了 那基本上这个女生就不需要了 嗯 我觉得主要的用意就是 她如果把你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我们讲理所当然话 基本上她已经有点 把你踩在头上的那种心态 今天我们其实多数人 只是要找的那个意愿 并不是说 你好像觉得我应该 嗯 这是刚开始 好 那之后呢 就是我们在约会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应不应该AA呢 我不是喜欢AA这种说法 因为AA的话就是所有的事情在那一次就要算得很清楚 我如果说AA的话我是非常认同AA是比如说你今天请我吃一顿饭 然后我回请你吃一顿饭或者是今天去看电影你买电影票那我买饮料跟爆米花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OK 这样也是属于一种AA啦 只是说我不想要算得那么明白 我懂就是一个互相分担啦 基本上就是说 不是说算得很清楚 就是你一次我一次你一次我一次 大家都有付出 对 因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 就是对方付出多少 自己付出多少 不要好像感觉自己心里每个数 然后就一直让另外一半一直付出吧 我懂你的意思啊 其实我一直认为在感情上头通常都是女生会付出多一点 金钱上吗 不是不是在人体感情 人体 不是人体 人体感情 整体 整个的整 整体OK 我觉得因为女生跟男生比的话 女生还是多数是比较感性的一个生物 所以呢在感性上方面呢 女生通常在一起的话是会陷得比较深 当然不代表说男生不会陷进去 只是男生当然 比较理智 比较正常情况来讲是会比较理智 或者就是说是男生会比较缺乏那一些 小细节的注意力啦 就是跟女生来比的话 男生在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会差一点 但这个也不是男生的错 这纯粹就是天经地义的 什么天经地义的 有些男生可能对女生也会很疯狂的爱啊 对没错 可是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讲整体来说的话 多数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不能针对单一话题嘛 对不对 以整体来讲的话 以平均值几率概率来说的话 男生的细心度一定是会比女生差一点 这个其实基本是写在DNA里头了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子说啦 真的让你去找reference你找得到吗 你去多数的心理医生会跟你这样讲啦 而且我想说每一个人人生经历过来 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这些感觉 男生在理性上的方面 明显的反应都会是比较好一点 就像为什么很多男生 比方说开车或者是找路 就不是路痴嘛 我也不是路痴啊 我老司机耶 我开车超强 老司机不是在这个方面上用的痴 我知道 可是就是 You know I'm a very experienced driver 就是我也很愿路 可是你不能 就是世界上特别太多 你不能一概而过 我真的 这不是一概而过 这是probability probability OK fine probability嘛 对不对 好 那回归我们的话题哦 那我们现在是 如果是在一起了 你觉得AA这个东西还存在吗 存在 我刚刚不是说 还是换了一种AA 你 但是我刚 我刚是讲两个人正在交往的情况下 对啊 就是 我说的AA不是说 这一顿饭两个人评分 然后一个电影两个人各买各的票 就是你出一点 我出一点 当然身体都有数就好了 OK 好 那你只是误会我刚的意思 我刚刚只是说是正在约会状态 是还没有在一起之前 然后现在是在问说在一起以后 你真的仔细去讲的话 我觉得两者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在一起以后 其实更要算的明白 我觉得反而在一起之后要算的明白了 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你生活上很多东西都是有交接的嘛 如果是一方一直付出的话 那一定会有不平衡感 就是为了健康的感情来讲的话 那就是 在自己有能力的经济范围之内 去给对方 一种经济上的付出 我觉得是应该的 你讲到一个重点 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多数很多人呢 在交往之后也好 或者怎么样 很多 其实我真的看太多例子 是男生会不顾一切去讨好女生 这么好 这种男生在哪里 我跟你讲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傻过的 OK 哦 OK 原来在你这里啊 啊 又什么名牌包包什么 啤啤啤啤什么都有了 反正是年纪 这还好吧 这男生 有一点经济条件 男生都会做啦 每个月一个吗 蛤 每个月一个 哇 每个月一个没有耶 哇 哎哟 真是的 没有没有 好 没有 反正就是 我自己个人也是有傻过的 OK 那随着 你然后经验成长 会发现到说 真的是一定要把它 做在刀口上啦 真的是 真心付出才 真心对待你 你才能这样真心付出 不然的话 你怎么样付出的话 你如果超过 你自己能力范围的话 其实意义不大 他如果今天一翻两顿也走了 离开你了 你是不是还要背负那个包袱 你说背负那个债务吗 对 哇 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有这种的状态 那你之后呢 之后有后悔吗 后悔倒是没有后悔 就是 等于是像是说被打醒一样醒过来了 那那个女生在你的感情里有付出吗 她的付出 她认知的付出 跟我认知的付出不一样 所以 她可能觉得她有付出 但是你 多数人 不会觉得她是付出的 因为 每个人的观点 这种 你如果真的要去讲 付出 然后要以对 以等待的话 去算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只有当下人会觉得说有没有有跟没有 那从我的观点是她没有 但是她自己不觉得她有 她没有 对不起 哦 她是怎么样 她帮你就是 煮饭收拾家 那种 女朋友 好女朋友和好老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你就每个月送她一个包包 那也是相当于一个 有付出劳动 然后跟付出所得 哦 没有 她没有那样做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她只是每天嘴巴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然后你给我买包包 然后你就买了吗 细节不宜在上头讨论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好想知道这是谁啊 是台湾的那个吗 很劲爆吗 是台湾的那个吗 当然不是 我是在美国的 当然不是 可是我太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是那个空姐 不是 哦 哈哈哈哈 你先误会了 我不会跟你讲的 哈哈哈哈 哎我觉得你这段可以剪 你有点太隐私了 没关系 我是觉得这种东西OK啦 不用剪掉 没关系女朋友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什么 你乱讲话 我没有什么多女朋友 OK 这 这个 你不要趁机 抹灭我OK 哦 好好好 就十几二十来个吧 哎 喂 哎 乱说话 真是的 太过分了哦 好啦今天录到这里了 我是河老板 他是火球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